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回到第二節的財經360 這個環節首先來分析一下今早早早已公布過的經濟數據 加拿大統計局今日公布了三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上升了1.4% 比於二月份的數字低出0.2% 其中今次的升幅與以往四個月以來都是一樣 大部份都是來自汽油價格的上升 單單在三月份與上年比較 汽油其實已經升了1.7% 另外交通及運輸車輛價格也造成了今次CPI的升幅 至於單單看我們的安省來講 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升了1.4% 最後很多人都關心了加拿大央行核心CPI 就在三月份上升了1.7% 比起二月份的升幅輕微減低了少少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加拿大這個inflation 仍然都是屬於加拿大央行目標的range入面 沒錯 如果今次由1.6%到1.4% 這個annual rise rate來加分2 over year 即是由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 令到這個數據下跌 最主要就是東奧運的問題 在二月份的時候 東奧運的時候 加拿大的traffling cost 在那個月份升了64.1% 然後到三月份回復正常 即是升了2.8% 所以帶動到這個數據 由1.6%到1.4% year over year 所謂的call rate是1.7%的核心指數 記住如果數字保持在這麽低位 這麽低位就算我們先過幾天講過 加拿大央行有機會在6月1日會加息 對不對 但你加息其實要留意通貨膨脹 如果你加得太快的利息 而通貨膨脹又沒有明顯地上升 你央行先不可能被人噴 央行財長 所以現在留意著最低度 譬如我見到1.4% 最低度就算央行加息 就是象徵 即可能加四分一左右 這麽長度 沒錯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著 6月之前未來幾次CPI公佈的時候 這個加拿大央行的call 即是核心的CPI 會不會升幅太大 如果真的升幅太多 就代表可能加拿大央行 到時加息的幅度都會比較大 沒錯 再看看美國方面的數據 今早上公佈了美國內用品訂單 今次意外下跌了1.3% 而且是8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今次的下跌主要是來自美國方面 一些飛機訂單的下跌 但如果撇除了交通和運輸的話 內用品訂單反而升了2.8% 其實2.8%的升幅都算不錯 而且更加創下了07年12月以來的最大升幅 如果你看這個數據好像跌了1.3%很厲害 但你不要忘記2月份它調整回上去上去 2月份的JRG原本是0.5% 它今天改了它到1.1% 如果你那裡加了0.6% 如果你今3月份跌了1.3% 實際上3月真的跌了1.7%左右 最主要跌得最大就是飛機方面 我們叫做non-defense 即不是軍用飛機 只是私用飛機方面跌了68% 但如果有留意我們的觀眾 我們多時報告波音的時候 波音是全美國最大的航空公司 它最近交的飛機也交少了 所以影響到JRG會跌了 但記住這個數據波幅很大很大 市場最多看一看它不夠半個小時 就是我們的數據 好 但我們之前在節目中提過 如果要看美國的消費能力 可能很多時一開始就會看零售方面 之後其實就要看這個內用品訂單 看看那些人會不會真的花錢 買一些比較大型的用品 甚至乎這些是需要長期還債 是的 我自己個人在美國的數據當中 我最喜歡跟LEI Economic Indicator 領先指數 那個指數我覺得 尤其是我在股票市場做買賣的人 那個指數比較跟市場準確很多 但這個LEI其實我們之前都分析過 裡面有十幾個component這麼多 裡面包括了很多美國的經濟數據 他一次過將它成為一個百分比 大家有wasted的比重裡面去計一個LEI 到時如果真的這個月再公佈 我們在節目裡面再跟大家分享 他最近特上個禮拜已經宣佈是升1.4%的 所以很多人看見這個數據 更加對股票市場更加有信心 就是這樣 但接下來這則新聞可能就沒有那麼好消息了 有留意開的朋友一定記得 歐盟統計局之前公佈的數字已經明顯顯示了 希臘的財政狀況再有惡化 現在與其上年的財政測指佔GDP13.6% 比之前公佈的12.9%還要高 另外昨日連目的也將希臘的主權評級 下調多一個級別去到A3 還說可能會進一步下調 今早上有新的新聞出來 希臘今天終於要求歐元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一起去啟動之前達成了金融的拯救方案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就說 市場根本不喜歡希臘的緊縮開支措施 而現在就真的急切需要IMF和歐盟的援助 根據之前歐元區成員國的這個救助方案 希臘可以借到大概300億歐元的貸款 連息大概約5厘左右 而國金就會借出150億歐元 今次的消息刺激了歐元和歐洲股市 今早也有一點回升 歐元的時候 今早見到大概1.3346左右 而希臘和德國的債券息差 就再進一步收窄 暫時希臘十年期的政府債券的息率 和德國國債的息差距離收債去到530幾點左右 曾經過600幾點 好像這兩天 希臘那兩年債券曾經一度超過12% 如果起到12%怎麼玩 沒得借的 對不對 然後今天宣佈正式申請 和歐盟和IMF拿錢 但還要拿到這筆錢 最低等一個禮拜至十天 再進一步談判 才可以有advance的錢給它 即使這個消息一出 希臘的兩年債券 立即跌到9.8% 令到歐洲那邊的銀行股市又上升 所以我又不知道 壞消息是好消息 因為我也不知道 也相當困難去分析這個消息 現在市場上面 始終那些信息都很混雜 大家都不知道這些消息是否公平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 現在最近的債券市場 可以將希臘的利息 希臘的利息 因為不久的將來 他們這些炒家 就會炒到西班牙或葡萄牙那些債券 大家要很小心 所以有些專家 譬如Dennis Gartman 譬如今日 美金對歐羅是1.33 他絕對相信不久的將來 美金對歐羅會跌到1.2 即歐羅會跌到1.2 但怎樣也好 今次希臘總書出來 表示揚美幫他可能市場 都當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歐洲股市開始升起上來 但如陳剛才所說 怎樣都需要整個禮拜 才會有現錢去到希臘那邊幫到還債 還要記得很多債 其實5月份已經會到期 今天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們去廣告回來之後 再來分析一下 美國方面 以及其他業績方面的消息 我們廣告回來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